因为小伙伴们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您了 对我现在晚上十点 不是硅谷十点 然后最近 一是疫情吧 不怎么应该出来 二是这个 确实币价也涨得很不错 我们也就少说话 交给唐亲吧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是专家 都涨了嘛 我们就不要装逼了 藏起来就行了 让大家说吧 都是专家 我看平时的时候 您是那个 币价跌的时候 您出来的是比较多 的确牛市的时候 出来反而就少了 对今天参加这节目 也是因为最近币价跌了 我是主要的事物 是给比特币很淡 所以币价跌的时候 大家就找我来 让我喊一喊 其实喊不喊都一样 还是会涨上去的 你们有微博吗 我们有 就P网Polonex 我传来一下 好的 P就是 她写的P网 对 今天那个在直播之前嘛 然后很多群组里面 就开始有小伙伴 想要去问一些问题了 然后我带 安迪问一个问题 好像是安迪提的嘛 就是说 你为什么现在 值奶比特币了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项目的方向嘛 可以奶一下的 哪些方向你也比较关注呢 去年我玩了一阵子DeFi DeFi呢 这个 基本上涨完了 涨得差不多了 包括之前的FairCoin 这些都是之前涨完了的 我基本上 一直跟大家说 炒山寨币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换比特币 所以的这个 山寨币 基本上到现在 全换成比特币了 仓位基本上 没有任何山寨币了 原来还有一些 山寨币的 现在呢 就是说 主要是 我当时看的是省事 省兴 因为山寨币吧 比较操心 现在币圈 还是以比特币为主 任何的机构进来 也是买比特币 所以现在这个 机构进来 如果是买比特币的话 我们 山寨币 一般会跟着比特币的行情走 如果比特币暴涨了 山寨币会跟着涨一涨 有的山寨币不会涨 但是如果比特币暴跌了 山寨币会暴跌 跌的会更惨 就算是比特币已经涨回来 山寨币还涨不回来 所以说持有比特币的话 相对省心一点 这么个情况 他们说这一波比特币主要涨 还是因为美国 就是说现在好像 越来越多的比特币的话语权 是在美国了 特别是在机构的手上 所以前两天 您肯定也有在线看 就是换届总统的事情 就是美国 拜登政府上任了 所以也是今天 想主要跟你聊一下 特别特别 您在美国 比较敏感的话题 但是是我们 中国这边用户 特别关心的一个事情 就是拜登政府上线之后 上位之后 会对整体的行业 有什么影响 那首要的是 就是有可能 最大的一个瓜来吃 就是Ripple XRP的前董事会成员 Michael Barr 和前CFTC的主席Gary 然后这两位呢 对我们属于行业 比较友好的金融界大佬 马上要入阁拜登政府了 那所以呢 您身在美利坚 对不对 对近期的美国币圈的 政策的环境的微妙变化 有没有哪些切身的指挥呢 首先是这个拜登上来 正在推这个拯救美国计划 打算要应1.9万亿 美金 特朗普在的时候 疫情前 这个还挺正常的 疫情之后 应了2.2万亿美金 整体现在美国是7万亿 7.9万亿左右 加上拜登的这个1.9万亿 就是9点多亿 接近10万亿美金 资产负债表 这些钱 最后基本上 也就是说这个大概是5万亿美金 也就是说整个也就7万亿美金 有5万亿美金回到了1%的人手上 说白了 这就是一个 印钱的一个 这个印钱啊 基本上 到了普通老百亿手上 拿不住的 花一个月就没了 到了小企业手上 发发工资又没了 最后回到了哪 回到了还是1%的人手上 我们就关注这1%就行了 这1%的人怎么看比特币 与这些什么 他的这个 这个REPO的这几个高管 进入了这个什么什么 美国的 这个数字货币的制定政策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说 特朗普政府对比特币 拜登政府对比特币 任何中心化的政府 中央政府对比特币 都不会友好 感谢观看